市新大學每年舉辦科學傳播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與食物界人士 就科學傳播的理論或製作食物進行交流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怎麼把我們的科學普及化 那科學普及說起來很簡單 那事實上也蠻困難 因為科學是一個非常深奧 但是又隨時都在我們身邊 所以我經常講說 天天有科學、處處有科學 人人都有科學 但是大家都說科學 可是科學又是那麼遙遠的內容 所以我們扮演的角色 就是把我們的科學家所想的 所要說的 我們幫他們說清楚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辦了很多活動 那國際研討會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引進外來的想法 比如說今年 我們請了日本的東京大學的學者 佐唐統先生 主要目的是 他也在推動傳播跟科學之間的結合 怎麼去把科學文化跟我們一般的人能夠結合起來 那這個是我們一直長久都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在大學裡面為什麼設立這麼一個科學傳播的平台 主要是希望能夠在大學的部分就把課程融入 在我們的共同課程或者是通識課程裡面 所以我們就開了很多很多跟科學有關的 科學傳播有關的一些課程 那麼讓我們的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呢 不管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不管是我們的一般的這個深奧的科學 或是我們一般的樹理的科學 我們都希望學生能夠在這個上課的過程裡面就知道了 怎麼把一件科學的道理說得很簡單 讓一般人能夠接受 其實我們在講科普教育的時候 或者是科普傳播推廣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科學的傳播 一個是科技的傳播 在科學的傳播我們長期以來 針對基礎科學的教育方面 我們都著力很多 但是在科技的散步這一部分呢 我們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都知道新興的科技一直在發展中 例如量子計算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量子計算 例如blockchain 區塊鏈 很多民眾也都不知道 但是這些呢 日後都會跟我們的生活 以及民生的使用都有息息的相關 因此呢 我們有責任讓我們的一般民眾 針對新興的科技來進一步了解 科學影片製作過程 需要科學與傳播專業共同合作 除了把關正確資訊 也必須將較為艱深難懂的科學理論 轉譯成民眾亦了解的語言 國內知名科學節目製作人 影視編導與金鐘得主分享經驗 提供各界對未來科學節目 製播與推廣的想像 從全世界開始第一次有暖化這個詞開始的時候 我就認為作為新聞媒體是必須要告訴大家 暖化是什麼 那暖化就如我那時候所講的事 還是有反正 有反正 這一切我們就去追尋 當時我還跟我的這個主管長說 我們作為媒體 你必須要忍受一個小時的收視率不好 我們一定要好好把這個觀念告訴國人 那這樣才是一個盡責的新聞媒體該做的事 那我們那個主管就說有那麼差嗎 我是先打預防針 結果隔天出來 哇 收視率超好的耶 那我就覺得其實你看台灣人民 我們的觀眾很有水準 重點是有沒有用心的製作 因為那幾次就是花了我 我花了不知道多少時間去製作所有的動畫 把所有的科學用最簡單的道理 用最簡單的圖 一層一層告訴大家原理是什麼 所以它會耗費我很多的時間 然後你又要去考量這個相對收視率 好 那沒關係 如果有這些考量呢 我覺得最後呢 我還是會回到初衷 就是我們的媒體責任 而且呢 我常會跟長文講 就是要媒體責任 然後呢 對我們企業行銷也是好的 不是吧 當你這些講 當你告訴大家 當大家看電視都長知識 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嗎 那有一天我自己的學弟 他是現在沒有名的YouTuber 我就不講他的名字了 他有一天來公司找我 我說怎麼了 YouTube很夯啊 相對傳統媒體 我說學長 我做不下去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常常拍了一整天 剪出來不到幾分鐘 而且我已經不知道主題要拍什麼 要做什麼 競爭很激烈 我說 你拍一整天 十個小時 他說對 剪出來多久 不到十分鐘 我說 你知不知道 我過去以來 都拍了八年 剪不到一個小時 瞬間 他的心情變得非常好 很開心的離開我的公司 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還有很多受苦受難的人 他不認識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在Discourer頻道 單身製作人 很多的節目 科普 像工程計時這些 一拍 超過六年八年 常有的事情 所以當時我們就最後成型 成為台灣第一家媒體 進入到南極大陸 因為其實地球有80億人口 真的進入到南極大陸 南極可能不到兩萬人 但是呢 就是在這一片 你現在所看到的 南極大陸上面 有一個小小的黑點 這個小黑點呢 就是我 所以其實對於一個 一直在新聞媒體工作 電視媒體人 當我們踏入到南極大陸 我真的被眼前地球絕美的原始面貌 還有藍與白的這樣的顏色 最後的秘境 這種大自然的絕美 震撼住了 世新大學辦理國際研討會 引進外界想法 導入台灣對科學與傳播結合的推動 同時開設許多科學傳播相關課程 積極推動科學傳播與普及 希望讓學生在課堂學習後 就能將科學說得很簡單 進一步結合媒體產業推展科學想法 也與日常生活相結合 記者問軍 台北報導 Lou唐 臨 Anton 作為 政治 可